随着时间的流逝 未来当人们回头再看时 可能会忘记很多东西 会不记得那些明星的名字 但是学校里依旧会教授信息论 而香农也将永远被我们名记 今天是他诞辰105周年 让我们一起重门香农 在信息时代如上帝般耀眼的天才 克劳德·阿尔伍德香农 于1916年出生 据说他有一位著名的允房堂兄弟 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发明大王艾迪生 香农很小时兴趣就很广泛 擅长写作 同时也接触了各种乐器 而他早期主要天赋体现在了 他对机械的兴趣上 他经常连续几个小时 将自己的目光停留在飞机模型和玩具船上 在班里的成绩更是名列前茅 香农在中学阶段 数学 科学 拉丁语都拿到了A 中学毕业后 他拿着成绩单去申请密歇根大学 不出所料 他被录取了 录取后 香农面临一个问题 即自己对数学与机械工程都非常感兴趣 究竟选择哪个方向作为自己的学习目标呢 当然 小孩子才做选择 香农决定两个领域一起学习 这可能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但香农很快便拿到了这两个专业方向的双学位 回忆起这件事 香农只说到 拿到密歇根大学的双学位很简单 从大学毕业后 香农获得了一份操作微分分析器的工作 这是一家当时最先进的模拟计算器 与现代的计算机不同 那时的计算机必须要借助物理搭建来进行运算功能 比如说 你要计算一个算式 你就必须在运算之前设计出一个复杂的电路 依靠电流运行的逻辑 让这个算式运算完成 听着很复杂是不是 没关系 我们只要知道 香农在研究完计算机的这些细节后 首先就想到了曾经在课堂上听过的 波尔逻辑能够用来代表机器内部的不同状态和执行操作 于1938年 香农发表了一篇题为 继电器与开关电路的符号分析的论文 并由此获得了硕士学位 这篇论文中 它全面阐述了波尔逻辑 在电子运算线路中的应用的爆炸性想法 它将波尔代数的真与假和电路系统的开语观对应起来 并用了数学中最简单的两个数字 一和零来表示 香农在这篇论文中提出的概念 奠定了数字电路的理论基础 而现在我们离不开的计算机 就是以此为基本设计思路 这篇论文也被以为20世纪最重要 最著名的一篇硕士论文 当时所有人都以为 这个年仅22岁的电子工程新星 会继续在电子工程界大展身手 然而 一转眼 它就不见了 直到1940年 香农再次跨界报期 提交了他的博士论文 理论遗传学的代数学 毫无疑问 这个狠人在人类遗传界又激起了青层了 接着 香农又跑去研究机械模拟计算机 并于1941年发表了微分分析器的数学理论 通过机械式计算机来求解微分方程 也是在这一年 香农进入了著名的贝尔实验室 参与数字加密系统的研发 并迅速成为密码学权威专家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丘吉尔和罗斯福的预言电话会议的内容 就是香农进行加密的 且他的破译团队主要是追踪德国飞机和火箭的 尤其是在德国火箭 对英国进行闪电战时起了很大作用 香农于1949年发表了 现代密码学的便机论主 保密系统的通信理论 他严格证明了人类至今已知的 唯一的保密性最强的密码 一次一密随机密码 他活生生地将保密通信这个意志以来 都被认为仅仅是依靠手工技巧的艺术 并成了科学 宣告了科学密码时代的到来 在这之间还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估计大家都不知道 图灵和香农竟然是好友 1943年 英国数学家图灵 因为二战时战略信息交流的原因来到了美国 并且与在贝尔实验室工作的香农见了一面 这两个人一个是被人尊称是计算机之父 一个将是现代通信理论的开创者 这两位学者在一个午后 共同交流了关于计算机的问题 两人的思想擦出了火花 香农认为 计算机这种东西在将来是很有潜力的 他认为 这种东西会在将来给人类带来各种各样的便利 并且他还追问图灵 计算机执行任务的时候 能否获得像人一样的智力 换言之 此时的香农 就已经萌生了人工智能AI的想法了 之后 香农又在著名期刊 《科学美国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全面论述了任一台计算机 能够下棋的应用程序 香农曾为人工智能设立了四个目标 创造出打败世界冠军的响棋程序 写出能被知名文学期刊选用的优美诗歌 写出能证明或正伟黎曼猜想的数学程序 设计出数以超过50%的悬谷软件 这四个目标在我们看来是那么的异想天开 更何况这些话是在上世纪说的 但是 目前第一条已经变成了现实 说不定在不久的将来 后面的三个目标也将逐一变为现实 当然 香农的牛不仅于此 在贝尔实验室中 他还发表了通信的数学理论 直接开创了影响现代的信息学 并且成为了有史以来 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 这一篇论文当中 香农提出了信息的本质 信息是史不确定性减少的东西 这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又一次飞跃 在以往 信息被认为是一张图片 一段话 一种气息 而香农则将信息这一常用词语 赋予了一个科学的定义 香农把信息看作是通讯的关键 他把信息的最基本单位 定义为二斤日数字 叫做比特 比特这个名字 我想大家应该比较耳熟 这好像是一个计算机学科中的名词 但是它的作用 不仅可以表示计算机中的信息 我们所能感知的一些事物 例如 我们看到的景色 我们嗅到的气味 我们听到的声音 实际都是信息 这些东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都可以用一串比特来表示出来 我们的眼睛 鼻子 耳朵 可以看作是我们身体上的信息接收器 大脑可以看作是人体的信息处理器 接收器为我们接受外界的信息 处理器在根据这些信息控制身体做出相应的反应 万物皆比特的说法就来源于此 此外 香浓的论文中还提起了信息商的概念 确定了信息无损传输的可能性 给后世的电子通讯技术指出了一条名路 我们今天的无信网宽带 都基于论文中的理论研究出来的 我们现在尽端的5G 其运行速度远远超乎我们的之前对传输速度的理解 但是你可曾想过 早在上个世纪的时候 5G的传说速度就已经被香浓定好了 我们现在的研究成果 不过是在佐证他当年说的是对的而已 不只是5G 就算是将来出现的6G 7G 香浓也早已在他的论文当中计算好了传说速度 除此之外 大脑香浓还很爱玩 他喜欢杂耍和娱乐 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光明正大胆 把怎么更好的杂耍写进学术论文的人 香浓是一个记忆高超的杂耍者 他喜欢折腾各种杂耍套路 即使是在香浓生命的最后几年 他仍旧保持着骑独轮车的爱好 除了杂耍 香浓还热衷于各种发明 他的这些发明不同于电灯电话 这些比较正式的工具 而是一些运用数据逻辑 达到各种神奇效果的机器 他在上世纪所发明的这些机器 即使是放到现在的科技博物馆 都会令人拍手称奇 在这里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他制造了一个 可以自己走迷宫的机械老鼠 这只老鼠会通过自己 对周围地形的逐步学习 慢慢地将迷宫破解 是不是有点人工智能的味儿呢 但是要知道 那个时代可没有芯片 香浓在制作这只老鼠时 只用到了电子电路 机械结构 以及它那非凡的智力 世界上第一个益器机 就是香浓发明的 所谓益器机 就是可以自动与人下棋的机器 当我们感叹人工智能 居然做到了战胜象棋冠军时 别忘了 与人自动下棋的机器 在上个世纪 已经被一个叫香浓的人 发明出来了 并且这台机器的下棋技术 已经能打败很大一批普通人 再例如魔方复原机 我想听到它的名字之后 你就明白它是干什么的了 以此是很好理解 但你能理解香浓 是用了怎样的鬼斧神空 才能在那个计算机技术 还不成熟的时代 制造出这种智能仪器的嘛 我这个21世纪的人 平时复原魔方时 都是顶多复原出一个面 想完整复原 只能选择把魔方卸了成编了 香浓大臣道好 在20世纪就整出一台 能复原魔方的机器了 可能是上帝觉得它太聪明了 晚年的香浓 患上了阿茨海魔症 2001年 这位科学巨人 在与病魔抗争 很长一段时间后 离开了人世 上帝创造了世界 香浓在这个世界的基础上 又为人类创造了一个数字世界 我们现在的生活 小到智能手机 蓝牙耳机 大到信号基站 宇宙卫星 都离不开香浓所做的贡献 从20世纪到现在 我们的信息科技一直在进步 但我们从未突破过 香浓当初所设定的界限 我们只不过是在 一遍又一遍地验证 香浓当初说的是对的 香浓对信息科学作用 就如同牛顿于物理 拉瓦西于化学 我们如今信息世界的创始神 就是他 加州大学教授 皮尔斯曾这样评价香浓 香浓的信息论的伟大程度 可以与爱因斯坦的 一等于MC的两次方相提辩论 著名科普作家庞德斯通 在技术香浓的设计时 引用了美国康奈尔大学的 托比伯格的话 说一个人建立了一个学科 提出了所有的相关推测和假设 而且证明并解答了 自己提出的这些推测和设想 古往近来这种情况 可谓屈指可数 如果没有通讯理论 我们如今的智能手机 网络都将会成为科幻电影的题材 我们还在用笔纸给朋友写信 靠指南针和地图寻录 不仅如此 信息论的作用 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世界由工业时代 迈向信息时代 我们人人都应当感谢香浓 如果没有香浓的信息论 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想会是这样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